! 來! 歡迎回來武俠世界! 那今天我們會去打架 啊 又是愉快打架的一天 剛好這兩三天大概就要在熟悉一下我們煙雨的手感 很久沒有玩了嘛,然後還剛回坑 然後也增強一下我們的機體嘛 看看跟前段半大概差多少 然後呢,非常感謝我們這次的官方 超級佛心 這一次的廟會上次忘記介紹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有特別,我想說廟會每次都長得差不多 所以就照舊完 有沒有想到呢,他竟然有一個裝備精煉的兩次的機會 哇感動啊,這個是把藍裝跟紙裝 如果你沒有附加,就是你可是野怪打的 不是去物品打造的話 正常來說就是只有藍跟那個紅的池條 你不會有紫色池條 紫色池條是地區的 紅色池條是物品那個添加的 那這次的話給你兩次的機會 就是你可以把藍裝或者是紙裝 多這個物品的那個添加 所以呢,啊我人生第一個三緬傷甲 啊終於誕生了,感動啊 這個是我人生 完顏與江湖,從他開服 7月14號還是15號的那一天 到現在2024年的2月19號 將近兩年半的時間 第一個三緬傷甲 哇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平常看路版玩家很多 其實正常如果你看路版 超神裝是五緬傷甲 三緬傷再加一個地區緬傷 再加一個物品緬傷 然後是五緬傷甲,那個是超神裝 那這個算是小畢業裝啊 如果你是紫色的三緬傷甲 再加一個那個物品添加的話 大概就是已經算是神裝等級 好,然後另外一個是三公裝 這個也是打那個野怪掉的 當初本來是想說 即使沒有附加,三公裝也是夠用 又這次可以附加加一個增緣 真的是還不錯 那所以今天的話呢,我剛好 打造一個主題 目前來說我是玩邪劍吧 那這次我打造了一個吸血魔槍傷 我們今天來試試看他強度如何 我自己打了幾場,我發現非常好用 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喜歡 三哥又拿槍的玩家的話 如果你的三哥機體還不錯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吸血魔槍傷 簡單說就是無瑕棍 然後帶血魔金跟那個化血術 他只要能撐得過 他基本只要能幫我們斜劍多撐一點時間 那只要我斜劍在後面多吸一點血 能撐得越久,我們殘局能力就越強 這是我們目前的一個宗旨 所以等一下的話,今天我會用這個陣容打一下 我們的李商椅陣容 那目前的前線戰後排 然後三哥在這邊,盡量能撐就撐 好,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陣容還有最近在幹的事情 那打架之前先講一個有趣的東西 就是看到我左邊這邊 我們目前主線 這禮拜天吧,花了很多時間 把我的主線全部解完了 然後呢,主線解完了有什麼重點 那個主線的過程 到時候我會拍錄影片 然後一樣放在上面給大家參考 就是 有些像我之前都會複習劇情 因為這個劇情目前它沒有回放的功能 你打完之後 你就是沒辦法再回看劇情 所以我都會把它錄下來 以後 像譬如說以前那個綠珠跟小和尚的那個故事 我都還重複再看一下 好,那主線最主要講什麼呢? 就是打這個風靈火山 當初我退坑那個時候 我記得有兩三個玩家問我 風靈火山打了沒 我想說風靈火山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還以為是一個副本的BOSS這樣子 結果搞半天 他是一個主線任務裡面的一個 就是那個諸葛長空的那個下屬 那風靈火山這個老實說 比東方碩 我個人覺得比較簡單 還是我機體有變比較強一點 所以今天沒關係 我們來講解一下風靈火山的一個打法 然後我自己用斜劍是怎麼過的 然後分享一下給大家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我是打第二次就過了 所以也還好 我感覺難度還沒有東方碩來的難 好那我們大概講一下 總共有四隻風靈火山 山在最後面 那風靈火在前面 就是他們小弟 山是他們大哥 所以山在未解開風靈之前 他是不會動 你也不會打到他 那要不要注意一下這個 風的話記得他是 不是火啦 火的話他是打全場最高的一個玩家 風是打穿後 打穿後的意思就是打一排的穿後 就像零雙槍這樣子打一排 然後零的話呢 他是打一個範圍 簡單說就是 一格這個範圍 所以一般來說 在上位 在上位 就是上前的這個位置 會比較辛苦一點 第一他會被風打一串 第二他會被那個 就是零打 那個 如果你這邊有佔人的話 他會被打兩個 所以一般來說這邊 盡量佔一隻 會吸血的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 呃 桃花是帶那個 擬血承轉啊 盡量撐 這樣子 這是他們的一個機制 然後他們會有一些那個 debuff 就是風會有 減聚氣 然後會那個零會減回復 然後火會減攻擊 那以上是他們的機制啊 我們來大概來看一下 那 一般上路我是帶 就是會吸血的啦 上路會帶會吸血的 然後 三個開零波嘛 然後下路 呃 我攻擊最高的是我主角啦 你看他打了一串 然後 薑哥吸指劍 目前我的 配法大概是長這樣子 那下路就是 火去打他 然後 主角吸血 那 桃花會比較辛苦一點 這是 真的是正常的 然後呢 打一打之後啊 你會發現 打到差不多 快要半血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們的一個機制 他們只要有一個人 半血之後呢 他們會離場 他是無法攻擊的 一起來看一下 大概 半血之後吧 差不多 半血之後 然後 然後他來 然後他來就會說話 他來就會說 撐不住啊 幫我的那個 大哥 站在後排 四弟 怎麼回事還不行 數戰數決 來了 半條了 住你登機 封印有所鬆動 就這樣 他們只要有人半血 然後就會到後面 然後幫他解封印 然後前面這些人就會變得比較硬這樣子 然後 一樣 二哥 助你一臂之力 他也往後 然後下面這一咖也是 抓了差不多之後呢 再往後 好 我能拖下去了 老四 三哥助你一臂之力 金器故我命 神器守我魂 走火入魔 諸葛先生 啊 將我封印 此次解開損耗極大 有沒有 那 以性命償還作為代價 好 然後就攻擊 那 等一下你會發現啊 當你如果不能把他血量 打到那個 打到那個的話 好來 這是他的攻擊啊 陳如山 他是丟一顆石頭 對他丟一顆石頭 血量地獄78開始了 血量地獄78的時候呢 他會上盾 別說 蒸氣 氣血合一 如果破不開護鋼蒸氣 早早收手吧 不動如山 好 他們會撩雪 然後他們會有一個護盾 就是這個 這個 他那個打完之後 這個 血量到達70%這個東西 他開護盾 如果回合內 你不能破盾的話 會有個連續合體機 就是這個東西 超級痛 來看一下 所以 要留技能 如果你的機體不太夠的話 來了 風靈火山 炸裂 桃花直接被秒殺 這個 純看機體 純看機體 然後再來 就是拚機體的時候了 那一樣打 打完之後他最後一個機制就是 當他血量在地獄30%的時候 會再來一次 他總共會放兩次 然後 所以 有時候要跟他拚一下 來來來來 30% 就這樣 他奶奶的我快撐不住了 已無退路 使出全力 再來是核體技 風靈火山 炸裂 啊 好我三個又死 有沒有 為什麼說 斜劍以前 打副本很好用啊 就是因為 續戰力攻 然後之後就變成我的斜劍跟 山去PK 他單體攻擊 如果你不是斜劍 就是吸血的玩家的話 其實攻擊力還蠻痛的 然後 如果你續戰力不夠的話 其實 跟他單挑會輸 只是斜劍的續戰力還不錯 然後 機體的部分是因為剛好那個啦 廟會的剛剛講了吧 那個活動 把那個裝備有撐起來 所以 斜劍打起來比較沒有那麼困難 只要你能撐到跟他一對一就可以了 就這樣 慢慢跟他耗 基本 如果你的機體沒有太差 他的攻擊力也還行 然後 傷害 我覺得個人還OK 龍杖淵 回旋 吸吸吸 然後再來一個無往生 搞定 好就這樣子 好就這樣 其實不難 單純考驗你機體 就這樣 好 所以就是 鳳林火山的打法啦 那下面寫的有點複雜 我是沒有參考這個 因為 每個人的陣容不太一樣 好 那就是以上都試過 打不贏的話 個人實力問題 再多沈澱沈澱 好 大概是這樣啦 這就是鳳林火山的一個打法 簡單說就是跟他耗啦 然後再把機體撐高一點 OK 那我們今天就來實際打一下 目前已經衝回94名 那我們來找幾個 唉唷 那個 唉唷 天刀 天刀 來來來 我們來跟 唉唷這個好像也是熟悉的 熟悉的麥香最對味 唉唷 爽爽爽爽爽爽 來 讓他見識一下 我的李承哥在前面 啊 天內破 炸 然後開 靈波 不過李承哥 單純就是一個炮灰 他就是想辦法讓我主角 呃 撐久一點然後可以吸血 就這樣 來 怪影無心劍 唉唷 是不是不錯痛吧 來 跳劍 無近無角 喔好痛喔 看七爪八爪開無俠 好來 桃花 沒中 鬼魂不開 呃 霧靈兒回 喔霧靈兒回中好多喔 有沒有 化學術是閃避或招架 他會回血 然後 血魔攻是 血量低於 呃50%的時候 那你可以吸血 來 有沒有 可以吸血 其實三哥在前面撐月子 其實我們是 可以那個 想辦法讓 時間拖住 慢慢拖 慢慢拖 呃他只要有 開始減圓 基本我們就可以贏 鐵劍打 殘局很難 那 欸 閃避 欸 走你一下 好 就是那個霧靈兒 有沒有 無俠棍三下 呃 反擊 如果你帶血魔精的話 都可以吸血的話 其實很賺 無俠棍 慢慢 打邊路 邊路慢慢 快被破了 有沒有 反擊還是可以吸血 有沒有 反擊 算說吸不多啦 但是至少 也算是 你看 閃避或密死 他都算吸血 所以 那個 吸血 魔槍傷 啊 其實很好用 好 目前有沒有 儘量撐 你見我土腳也沒關係 啊 欸 哪一口 然後我們又會那個大絕 來 啊靠 打自己人 走一下 哇 死了 好啦 啊 啊我的奇蹟姜哥 欸 隱身了 啊不好意思 我姜哥 什麼都不會 最會隱身 他賣 他賣隊友是第一名 欸 死了 桃花 炸 哇姜哥死了 來了 我跟你說 打殘局 不要看血量很少 慢慢吸 我們也可以吸回來 然後 李承哥單純就是個炮灰 你可以看到他 呵呵 沒錯 他就是個炮灰 而且他還是一個 帶復活的炮灰 不要看他有點爛 他只要不能幫我們撐 多撐兩三回合 喔 那個吸血就吸回來了 欸 不好意思 復活了 有沒有 慢慢吸 慢慢吸 我們血量是不是就壞了 呵呵 是不是就壞了 哎呀 是不是 我們李商隱的組合 啊 可能 還是很好用的呀 哎 OK的 這個陣容 啊 我們個人覺得目前還行 而且不怕太乙拳 打一場太乙拳給大家看 因為太乙拳 很怕被暈 怎麼都是倒星小心營 欸 達摩棍法來看一下 好久沒有看到了 夢棍 好來 最後一場 打一下夢棍 喔唷 唉唷 痛啊 液晶晶 然後 砍砍砍 招架 開靈波 不要開 三個 烏炸 喔 三個 笨雷手 欸 那 兩次 桃花 李承哥 欸大家很不喜歡江哥 我個人是個人喜好 其實你要以強度來說 江哥大概T1.5差不多 畢竟 他的那個隱身真的是太那個 太看臉 而且又賣隊友 欸 相當普通 啊相當普通 沒關係 我們OK的 欸 中 破閃 哎唷 哇 欸 我開天人弱 啊 算了 喔 夢棍這樣打三隻 真是 真是血斷 吸 啊 好像打不一夢棍 看機體他好像比較強 哦 哦哦呦哦呦 當哥 當哥 阿 裡 clar 呃 呃 看一下 它的機體很強 喔 据箭打他不是很痛 還要死 還好還好還好 欸 如果到哪裡不止痛不好意思 喊 炸了之後還在復活 碎爾 在那邊Ⅱ 副 還 在那邊 復活 哎 颱捕 然後 夢棍 好痛喔 來了! 無妄生! 吸! 墊墊墊墊墊墊! 哇! 死光光! 開龍杖鴛! 喔唷! 六個debuff! 一次吸滿血! 欸? 這樣他主角是不是也快死了? 沒錯! 有沒有! 里承哥! 能拖 時間就拖! 你看我們三哥在前面這邊 還可以撐這麼久! 化血加血魔 有沒有! 來! 開無瑕! 然後吸! 子! 喔! 應該是蠻痛的 吸吸吸! 反擊一下補個500 然後無妄生! 吸! 死了! 其實這樣還滿血喔! 走你一下! 欸! 天才神功! 炸! 欸! 他是怎麼還會復活? 欸! 真的復活了欸! 無瑕滾! 死了吧! 有沒有! 強不強! 吸血魔槍傷! 啊! 越打吸越多! 血越多! 啊! 剩兩個會吸血的! 唉呀! 什麼事! 呵呵! 後來皮的陣容! 好! OK! 就這樣! 啊! 目前打起來還行! 啊! 還行! 那! 下一次啦! 我目前要準備那個 三劍隊啊! 有個人 玩武俠很喜歡劍! 那... 小佩妮目前來說的 記憶體 概念都有了啦! 白牆帶青蛾弓 但我發現他那個 天賦齁 他死掉之後就沒有這個器 白牆都派下去送死 好像也不行 OK! 大概是這樣啦! 給大家做個參考啊! 下次來玩一下三劍隊! OK! 喜歡就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仙老! 感謝收看! 下次影片再見! 再見!